我来带领这么多年 其实一直很想了解杜曹的故事 起初是因为它的外观 看起来就像现在的高铁桥 但是从下面看呢 它是一条窄线 直到我们爬上去才发现 它的上面还是有两米宽的距离 能够行走的边缘 也只有30公分 我是没有胆子站的边缘 毕竟上面没有任何的保护 而且垂直距离地面的高度 有50米左右 我早上发现的风景很漂亮 但是我也怕 前面只有两个人 走了走了 就掉下去一个 我跟你说就 罗老师和家俊从小是在这个周边长大 看到杜曹就犹如回到他们的童年 我问罗老师杜曹是干嘛用的 他告诉我 是锻炼平衡性的 不信一看 玩过玩闹过闹 大家真的不要去模仿他 杜曹不仅是年久失修 而且危险系数也非常的高 我查了资料 杜曹是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 他的作用就是把没完水库的水 去掉到缺水的中龙河畅片区 来解决灌溉问题 在采访拍摄的中 我们邂逅了一个叔叔 他从小在杜曹边长大 卢立民告诉我们 为了修建杜曹发动了杜曹的力量 随着采访的深入 其实我们更想了解杜曹修建中的难题 于是石河村委会跟我们联系了当时修建杜曹的建筑师 这个材料拿进来的时候 老户的很 就是全是人工修的 那个一条基金道 修了把它狮子护杀的一拿进来 而且最大的难度全是人工 这每根柱子用的挖土的柱子 都是每个队用人工挖的 台北市的湖中间的几根柱子 我们生产队就挖到那几个柱子 水又抽不饮 挖又挖不动 全是用钢器 在里面钓 把那石头钓来 每天晚上打夜仗 打了好几个夜仗 才把你固形的那几个柱子 固执才把它打进去 杜曹的背后留着太多让人沉思的故事 它不语却承载了历史的基地 而在人与水的博弈中 又见证了丹林的发展 罗老师也站在雄伟的杜曹边上 也记性发挥了一段 现在光是站在这座桥上 就已经让我感到害怕了 更不要想 在当时那个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 我们的先辈们 只凭借自己的血肉之躯 是有着何等顽强的意志 才能完成这样堪称奇迹的超级工程 每当想到这里 就不得不让我们从心底里 对它们感到敬佩